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歐爺頻道 這個疫情很漫長 在家裡又沒有東西做 那今天想要搞一個特別的東西來 享受享受一下 要搞什麼呢 今天就是這包 從Yagrosa買回來的 那這個基本上 Tapioka Fla 是素粉來的 它是比較上等的素粉 Yagrosa都可以買得到的 第一次做嘛 所以第一次做我會做半飽 Brazilian cheese bun 等一下我會準備一些材料給大家看 教你們自己做 OK 現在我們要準備的料有 牛奶 雞蛋 Cheddar cheese 裡面和外面我們都要放 等一下我們會把它切成 一小片一小片 Tapioka Fla Olive Oil 鹽 我們現在準備蒜米 不需要太多 因為太多的話 會比較苦 等一下我們把它切成 一小片一小片 切好的 Garlic OK 現在我們準備一片雞 把它切成 小小片 切成一半 兩半 把它打開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盤 倒半包就好 OK 現在我們要給它透透氣 一個十分鐘 OK 現在我們準備這個鍋 做一個測量 然後現在我們要倒這個牛奶 大概是70ml 70ml OK 我們準備一個鍋 把它倒進去 倒進去 OK 我們再準備 水 OK 我們將這個準備的水 70ml 倒進這個鍋裡面 OK 接下來我們準備 OK 接下來我們準備 油 油 OLED OLED 這個OLED 我們要準備 100ml 100ml 100ml的OLED 水 倒進進這個鍋 鍋裡面 OK 現在我們要把它 煮燒它 大概一個十分鐘這樣 OK 現在我們要把它這個火開 那個火不需要太大 最重要我們要把它弄燒 還有幫它攪拌 一定要攪拌均勻 這樣水 牛奶和OLED 一定要融合在一起 你們記得要放鹽 放一茶匙的鹽 OK 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把它拿起來 關火 給它 cool down OK 接下來我們要 打一粒蛋 然後 把這個 咖哩 混在一起 然後再加 起司 一起攪拌 隨便攪拌 然後再加 一份 煮 把煮 現在我們把這個 混在一起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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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刺激的水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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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螄蟹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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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我準備這個排 先把它搅拌鱼 把它融化 再把它揉成一段 再把它放上去 可以讓外皮的那一層更香 更入味 那現在我們要做最後一個步驟了 把它烘黑 首先我們要把它調到200 20分鐘 哦耶 終於好了 Brazilian cheese bun 哦耶 prispy prispy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成品 OK 外面是脆的 裡面是軟的 然後還有香香的 cheese的味道 太棒了 哦耶 OK 如果大家有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share a like 接下來我會介紹更多的視頻給大家 謝謝 你們 過了 我們就完成了